去年以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成为韩流新男神 俘获无数的亚洲粉丝的金秀贤 之前参演的KBS新剧《制作人》一开播就人气爆棚 而该剧因为揭秘韩国娱乐圈悲催生活 也成为舆论所热议的焦点 由超人家韩清金秀贤 喜剧之王车太贤 浪漫喜剧女王孔秀珍 和偶像歌手IU联媒主演的 韩国KBS电视台新剧 《制作人》在15号播出首日 就以10.5%的收视率 夺得了韩国同时段节目收视冠军 且第二集收视比第一集上升0.7% 在众多人气周末剧和综艺节目的炽热竞争中 依然保持上升 该是以韩国广播公司艺能局被背景 在虚构剧和纪录片之间徘徊 展示了制片人和演员等在聚光灯后的故事 曾因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在中国人气爆棚的韩流明星星秀珍 此次责演一可爱大人的电视台菜鸟编导 据韩国外天近日报道 英金秀贤的超过人气也开成了制作人的商业价值 此剧上映前就已经人气火爆 中国方面也给予很大的关注 金秀贤之前的作品《来自星星的你》 以每集3万美元版权卖给中国 而此剧借着金秀贤的超高人气 更是以每集20万美元卖给中国某视频网站 此外据韩媒披露 除了明星效应 该剧备受热议的另一个法宝 就是将综艺节目和电视剧结合 真实展现了韩国娱乐圈生存难的现实 制作人尝试以综艺电视的方式 多为展现娱乐圈生存法则 窥探艺人 娱乐公司 电视台 甚至放送通信员会之间不能说的秘密 歌手打歌符过于性感 偶像团体收入 僧腿不公 年幼的练习生 病态减肥等桥段 几乎是一面韩国娱乐圈的照妖镜 此前韩国纽西斯通讯车曾报道称 韩国广播电视业的辅助工作人员 工作压力山大 基因饮酒率为普通人的1.5到2.5倍 不仅饱受过度加班 低薪欠薪困扰 还复联面临随时被停职 甚至是失业的风险 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